其實你會發現以後寫來寫去 很常會出現的一定會有迴圈 那迴圈指的是什麼?指的就是範圍 你要做那件事情的範圍 那我們從哪一列? 從第二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或者是第三列 所以這個指的是範圍 這個指的是你這個範圍裡面 要做什麼事情的一個邏輯 邏輯反正就是if跟then中間 這個邏輯的話 無論我為true就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如果這個為true就做底下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把那個顏色放到指定的 這個儲存格的底色 有點像填顏色的這道理 所以其實跟各位講 像這樣的一個 架構的一個程式 其實會蠻常容易發生的 因為常常寫 寫來寫去大概都固定的 所以以後的話 你實在是想不出來 你就也許拿這個來當範本也OK啦 那如果你要做兩件事 就是if裡面寫兩個動作 三件事就寫三個動作 那其實大體上都差不多 範圍邏輯判斷 那做什麼事?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邏輯不只一個的話 可能有兩個 那你就中間再加一個and 或者或的話就oh 如果這個後面其實還可以再衍生 那這個大概是一個固定的寫法 那前七名的話 剛剛有提過 就是說如果我是找到之後 幫我列出來的話 那我就是這樣寫有沒有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格式化這一段程式 複製過來 然後呢把這個東西啦 有沒有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複製到這邊來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加一個等號 那後面的東西它會複製到前面 其實所以oh 以後如果儲存格資料複製到列 其實很簡單 就等號嘛 後面的資料就會複製到前面去 ok 所以呢在這裡這個等號 其實不是以前數學的等號 在這裡應該是把後面的那個儲存格的值 賦予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對於程式的理解oh 你不能用以前的那種運算的思維去看待 然後下一個的話就是把它加了1之後 再填到前面去 ok 那如果說呢我今天呢想要把它改變一下 改變什麼呢 改變規則 什麼規則呢 我的規則本來是找到小於等於7 就把它複製過來 所以它找到的一定不是按照那個排名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要改變的話應該是從哪邊改呢 應該是從這個後面的這個 那規則應該是什麼呀 規則應該是 我應該是 找到的應該什麼 所以有幾個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邊 改成什麼呢 第一次給1 第二次給2 第三次給3 有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有幾個改法 等於1嘛 有沒有第一次 第二次等於2 第三次等於3 有沒有 那你就會找到你的名次 不過喔 這種寫法 變成你可能會需要多一個變數 那我之前有寫過啦 可能多一個J 4J等於1到7 有沒有 然後呢第一次就丟1 第二次丟2 一直類推 那就找到要 但問題要會變成兩個4回圈 一個是4I 一個4J 有點複雜 所以喔 後來我就想了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如果我這裡不動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去動這個K的位置 什麼意思呢 其實後來我發現喔 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什麼規則 排名 有沒有發現吧 排名如果這個地方 假如他是第7的話 那將來應該他放的位置 應該是在第幾列呢 應該是放在第8列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喔 假如說他的名字是第6 那應該就放在第7 所以你會發現 他放的位置喔 跟他的排名呢 剛好相差1 所以你只要把什麼 把那個排名 有沒有 排名 把它再加1 就是他的列的位置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欸 對耶 這樣最簡單的 那只是說程式如何改 好 改的方法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 K不需要了 所以你可以把K拿掉 哇 K拿掉少兩行 第二個的話 K的部分喔 直接呢 把它變成 他排名裡面的數字 欸 那我要怎麼得到 排名裡面的數字呢 那其實他放在哪裡 Sales Idea的依然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Sales Idea的依然 這個有沒有 直接複製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假設啦 你覺得這樣複製有點麻煩 你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你乾脆保留那個 保留那個K好了 那個K的話 K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啦 就是意思說我先把 那個 他這個第七名的數字 拿過來 然後呢 因為我將來 他的排名 跟他的位置相差1 所以怎麼樣呢 我在後面加1就可以了 然後丟給K嘛 那原來的K也可以保留 這樣可以 啊 如果你假設啦 你覺得這一行太囉嗦 你直接把這個 這個他在哪一列 的位置有沒有 加1直接放在K也可以 那這樣就不用寫上面的K啦 不過好像這樣寫 我是覺得 會不會比較 會不會 會亂掉嗎 可以他讀我這樣嗎 一樣啊 兩個結果都一樣啦 只是說你看哪一個 你會比較習慣 如果你不這樣寫的話 你如果不要K的話 你就直接把這個 把它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要不要寫嗎 不用 完全不需要 他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這個好了 我這邊先加一個 那個單引號 我這邊先註解掉 如果假設寫這樣的話 我先把原來字要清除 然後我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 他完全沒有問題 那第34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是 第一名 有沒有 第一名是幾號 34 沒錯 那其實他就是怎麼樣 他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的話 實際上就是 他的排名嘛 那他的排名第一名 第一名的話是放在第二列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只要加1就可以 那只是說我怕這樣寫的同學 會看得很累 因為他之前有同學說 為什麼Sales裡面有Sales 這樣看起來很怪 所以呢 後來我就乾脆改另外寫法 乾脆改成這樣 K好了 保留原來K 然後呢我們可以先怎麼樣 就不需要K等於2了 因為預設值不會是2啦 那我要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從哪邊得知 從他的排名 比如說他的第七名的話 那他就排在第八個 如果他第六名的話呢 那就排在第七個 反正加1的意思 OK 所以K等於 他原來的排名加了1之後 就是他應該放在哪一列的位置 這樣應該OK吧 那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這樣的寫法 應該是最簡單的 所以呢 看一下雲端上面 我好像 雲端上好像寫 原來之前 等待的寫法 我怕之前的寫法應該會比較 比較不容易理解 所以也許 我看乾脆改成這樣的寫法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裡面 應該在第幾 在底下 這個是按照順序 所以我這邊是寫成這樣啦 有沒有 就是Sales他的排名的位置加1 但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寫法太 不容易理解的話 其實你可以換一個方法寫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換這個方法 OK 我把它改一下 這樣應該比較好理解 一樣把它填個顏色 然後呢 這個地方 關鍵地方就是這個 OK 所以可以改一下 這樣的話呢 它就很聽話的 按照順序 那底下有方法二 方法二給各位參考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4J有沒有 因為如果說另外一種寫法是 你變成你要查的是第幾名 然後呢 你就變多一個J 但問題你會發現 如果多一個J的話 外面必須要再包一個J等於1到7 然後丟到這邊來 這樣也可以啦 可是你會發現 那程式相較之下 好像還是這個簡單 那這個當然就僅供參考 如果說以後遇到的狀況 沒有辦法像上面這樣的 那變成你就是勢必 你就是要去產生另外一個變數了 那個變數剛好就跑一個回圈可以解決 那裡面你要在外面再包一個外回圈 這個給各位參考 那另外的話 待會我們就是要再來補充一個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野心稍微大一點 就是這個只有兩年 101跟102好像太少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雲端白板裡面第四個單元 這邊會有一個叫 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大樂透的話 我剛好在Google裡面找那個大樂透歷史 我發現有一個連結 它其實還蠻OK的 它樂透雲 它這個網站 幾乎就把歷年來所有的 這個大樂透號碼 通通幫我們把它列出來了 但是因為一個page太多 所以它分成很多個page 它是從最新的 最新好像是8月30 8月30 就昨天嘛 昨天的號碼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有沒有 然後在上個禮拜五 有沒有 所以禮拜二禮拜五 所以一個禮拜開兩次 然後就幫我們把它列出來 然後呢 但是因為資料太多了 所以它會分在總共有幾頁呢 總共有67頁 所以第二頁第三頁一直到67頁 那假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把這些資料怎麼樣 全部通通都放到Excel的話 哇那不得了了 總共67頁 那以前的話 假如說你們的做法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你變成要怎麼辦呢 選取之後呢 Ctrl C Ctrl V 有沒有 67次 那問題來了 如果說 假如像這樣的事情喔 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你會想說 好像做的事情都一樣 那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可以跑個回圈 回圈的數量就是 For I 等於1到67 然後呢 我們就是連結到這個網頁 然後把這個範圍裡面我要的資料 幫我抓下來 抓到哪裡呢 抓到以CL裡面去 那這樣我勢必喔 就可以很順利的 直接執行一個VBA 就通通把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下載下來 但是 我應該怎麼做 OK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也許先了解一下 我們主要啦 反正呢 我需要的資料 就在這個網站 總共有67頁 當然呢 你不寫程式 你一定會非常沒效率 但是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那要怎麼樣做會最簡單 其實啦 重點就是說 現在很流行一個叫爬蟲的東西 其實爬蟲就是做什麼 其實爬蟲主要就是 如果你的資料剛好在網頁上 那你就可以利用爬蟲 快去爬取你要的資料 但是呢 規則你必須要給它 那他自動幫我把資料爬下來 所以請各位呢 也許先試著做做看吧 OK 然後 另外的話呢 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那個K的話 K等於2啦 因為我有講過 K喔 它是個變數 那所以呢 K這個變數呢 如果我前面寫的是K等於2 那它的這個 K等於2是初始值 也就是它原來裡面放的是2 那後面的話 K等於K加1 實際上就是把2加1之後寫到前面 所以K變3了 那會不會衝突完全不會 因為它其實是變數嘛 有點像剪貼步一樣 剪貼步 你們Ctrl C嘛 有沒有 第一次裡面你複製的 那可是你後面又複製別的 它把它直接蓋過去而已 所以其實K有點像一個剪貼步 它裡面就是放你指定放什麼東西 你預算的結果就放進去就對了 所以喔 這個完全不會有衝突的問題 OK 所以這個可能慢慢要習慣一下 也就是以後啦 你們在工作裡面 常常會遇到有一些資料 有一些數字會改變 那如果你要控制它能夠改變的話 那你就自己要定義增加一個變數出來 這個我想慢慢要習慣一下 尤其越來越複雜的資料處理 OK 那我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試看好了 把那個剛剛講的那個樂透彩的 中獎機率按照順序排名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五頁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直接到雲端白板第五頁上面稍微看一下 OK 其實這個的話可能還是要稍微熟悉它一下 當然喔 這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絕對不是單單只有這個方法 還有很多方法 你們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還有更精簡的方法 歡迎可以再提出來討論 OK 那這個其一啦 其二的話就是 你們也可以在雲端白板裡面找那個大樂透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需求 我想要知道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裡面呢 而且要完整的喔 到底1號到49號呢 哪一個號碼開出來的機率是最高的 那這個地方我應該怎麼做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當然第一個你要先把歷史資料找到 那最好是它已經都完整都提供給你 那剛好有找到一個最最精簡的 就是那個樂透雲 不過可能你第一個會遇到的問題 你要如何把那個資料 從網頁裡面喔 把它放到Excel 然後網頁變Excel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先解決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還再來用後續的統計分析 把資料先產生 就可以把我要的結果給變出來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OK 剛剛同學那個 K為什麼不衝突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吧 如果還有不懂的 可以再提出來沒有關係 OK 先試試看 好